在房地產協會前預計 今年的房屋銷售量將會比去年下跌一個百分點 不過各協會今日表示第二季度樓市表現強勁 今年全年的銷售情況應該略好於去年 預計今年在該協會MLS系統上 完成的房屋交易量將會達到45萬間 比起2010年增加了大約一個百分點 而平均樓價亦略有上升 由地區來看 比市省和安省的銷售形勢好過預期 至於灰省、免省和紐芬蘭省的市場就較為比弱 各協會亦表示市場原款預期利率會上升 但是照目前來看 利率直到2010年都會繼續維持在低水平 另外協會亦上調了房屋預測 預計今年的全國房屋平均價格 將會比去年同期上升7.5% 去到363,500加元 至於溫哥華和多倫多等地 肢熱的房屋銷售市場將會在下半年有所降溫 而樓價的升幅亦都會出於平穩 預測明年各地的房屋市場將會較為平衡 將會進入大一段落的房屋市場 市場上升7.0.5% 市場上升7.0.5% 市場上升7.0.000加以北京均市場 市場上升7.0.5%